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关心的话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马英九先生这两年都带领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 他本次也呼吁要给两岸青年更多的认识机会 对此朱凤莲表示 两岸关系根基在民间 希望在青年 我们一贯是倡导和积极地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往来 将一如既往地为两岸青年互学互建 创造条件 为台湾学生在大陆学习 就业 创业 生活 提供更多的便利 马英九先生两次率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 并邀请大陆无所高效的师生赴台交流 为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对此高度肯定 参访孙中山故居时 马英九先生表示 两岸共同合作避免战争是我们这一辈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对此朱凤莲回应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勾连外部势力不断 谋独挑衅 使台海陷入紧张动荡的根源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 有记者提问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近日窜台时称 今年是与台湾关系法45周年 美国需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 对此朱凤莲表示 美方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是完全错误和非法无效的 美方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完全错误和非法无效的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台湾海军司令近日窜访美国 并参加美海军主办的相关活动 有外媒炒作 这是美方所谓联合岛屿防卫概念的一部分 美国将联合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地区 在第一岛链对抗解放军 发言人朱凤莲对此严厉驳斥 美方不断地炮制各种概念 利用各种借口 加大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军事勾连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以武谋独必遭失败 发布会上 朱凤莲介绍了今年清明 在四川 陕西 河南等地 两岸共同祭祖的相关情况 特别是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新党前主席玉慕明等嘉宾 刚刚参与的公祭宣言皇帝典礼 朱凤莲表示 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 来到大陆寻根业祖 这对于加强两岸同胞 共同的民族归属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在马英九一行赴北京大学的参访活动中 两岸青年叙旧化新分享校园活动 畅谈成长历程 他们表示相距时光虽短 但两岸青年的友谊面长 接下来他们将共同努力 身体力行继续推进两岸交流 来看报道 四月的北京春光明媚 马英九携台湾青年 来到北京大学参访 这里有不少他们在过往互访中 结下身后友谊的老友 八个多月未见 马英九用一个轻松的玩笑 迅速拉近了彼此距离 两岸青年一路上兴奋地 分享着学习生活近况 真切感受到了重逢的喜悦 和友情的珍贵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 能够在这个日子 重新见到我们的老朋友 感觉也非常的惊喜 也是实现了我们在台北分别时 许下的想见你的小小愿望 在老友重聚的同时 也有新棚出逢 交谈中不少第一次见面的 两岸青年发现 无论是聊美食 文艺 还是谈社团 课业 大家都有着强烈共鸣 他们纷纷互换联系方式 记下了对方的种草清单 相约下次一同去打卡 谈论这样子文化上 还有在食物上面的一些经验 跟分享 我觉得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那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中文系的女孩 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关于 喜欢的小说呀 喜欢的影视作品呀这些 然后发现我们的文化上的选择 非常非常的一致 加了威胁 特别特别欢迎 她明年再来的时候再来找我 文化同源 年龄相仿 两岸年轻人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他们比拼才艺 互赠礼物 合影留念 互动场面 热火朝天 临别时刻 新朋友们一生生常联系 等你来 诉说着一一惜别之情 也期待更多的两岸青年朋友 能够交流交心 互学互建 同心同行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10号上午赖清德敲定人事名单 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 担任行政机构负责人 负负责人为郑力军 台媒评论认为 从曝光的名单看来 有三个特点 首先就是赖清德安全团队名单 高度亲美 第二点 行政机构的三位重要人物 负责人卓荣泰 副首长郑力军 秘书长龚明星 都不是新系人马 第三个特点 赖清德还是试图 兼顾派系平衡 但各派系会买单吗 很可能引发反弹 在民进党眼中 只要说今天你的律师的忠诚度够高 你就是万用官员 全知全能的官员 哪个地方是需要专业 不需要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联案 据台湾媒体报道 赖清德10号公开了新行政团队的名单 由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 出任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有分析认为 赖清德此番人事任命 暴露出了自身的困境 相关人事安排有哪些用意 又能否改善台湾社会民生发展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黄志贤女士 北京北京工商大学的教授 于强先生 欢迎二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志贤 李红好 黄女士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赖清德终于 向外界公布了 他行政团队的第一批次的名单 接下来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赖清德公布就任后的 新行政团队第一批名单 由卓荣泰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郑立军担任台行政机构副主管 此外还传出 现任台湾安全会秘书长顾立雄 将出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 台媒分析称 作为谢长廷子弟兵的卓荣泰出现 意味着赖清德要在台面上 与新潮流切割 也有台学者表示 赖清德此番人事布局 看不出善意 首先我们来看卓荣泰 他被赖清德任命为 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为什么赖清德会选择他 来担任行政机构的主管 因为赖清德从1月13号 当选之后 其实整个台湾的政局跟风气 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赖清德 他的得票是40% 是少数 那在立法机构里面 民进党也是少数 他是双少数领导人 所以他所面临的处境 就是他不可能 拥有像蔡英文那样子的 嚣张拔固的空间 而国民党也已经 非常清楚地表明 他们对赖清德 他所派任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绝不会客气 他们要让赖清德派出来的人 受尽羞辱 所以赖清德所用的这个人 他必须是在野党 没有那么反感的人 不然的话赖清德 会另不出办公室 卓榮泰呢 他在民进党里面的地位 人称大师兄 他当过民进党的党主席 然后他当过赖清德 当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时候的秘书长 所以他跟赖清德 有非常深厚的一个默契 他个性比较稳重 他跟各个政党 党内的各个派系都说得上话 备份够 跟赖清德的关系够 所以其实政坛传说说是卓榮泰 已经传说很久了 赖清德他挑的行政团队的负责人是卓榮泰 负的负责人是郑立军 秘书长是龚明星 这一组强调的是什么呢 所以卓榮泰是他的辈分 他的比较稳重 他的协调性 还有他的被讨厌的程度是比较低的 而郑立军呢 对民进党而言 以及对赖清德而言呢 他是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标杆 因为郑立军以前曾经当过文化部门的负责人 在民进党里面的威望是高的 就据说这一次赖清德要挑选他的副手 除了萧美琴以外就是郑立军 几乎想来想去就是这两个人 二选一的 所以大家会知道说赖清德他对于郑立军是非常的信任 而赖清德他所这一次所 他所拟定的很多的政策背后的操刀人 是郑立军 所以这一组人在面对立法机构 赖清德认为可以代表他 而赖清德的办公室的秘书长 是他老大党 也是这一次他选举的操盘手潘孟安 赖清德非常的信任潘孟安 所以他这一次如果跟着他去到办公室里面当秘书长 就可以确保赖清德要的是 我确保我的人在这里 赖清德要的是我可以信任我可以掌握 现在传出消息说 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很有可能是顾立雄 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可靠吗 如果是的话 那么顾立雄跟赖清德又有什么样的渊源 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这个消息相对比较可靠 现在的邱国阵因为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肯定是要走人的 那么你要换一个人出来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 那么按照过去台湾的惯例 台湾防务部的负责人 大多数都是由过去在军方有背景的人来出任的 那么现在这次找这个顾立雄 说明是实在实在是找不到人了 那么他找顾立雄还有一个原因 我想是因为美国 因为赖清德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努力消除美国对他的那个所谓的依赖论 所以他反反复复地讲 他说他要延续所谓的蔡英文的路线 而我们看到顾立雄在过去这段时间 做了台湾安全部门的秘书长 在他的任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他在大幅度地改造台湾军方的一些相关的部门 包括一些相关的职能 让他们就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些改变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顾立雄在过去这几年跟美国 特别是美国的军方 他的互动是很多的 另外一点是我们注意到说 台湾的安全部门 台湾的防务部门 每一年跟美国方面 这个对话级别最高的叫做门特瑞会谈 而这个门特瑞会谈 2022和2023两年 都是由顾立雄来率队来参加的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发现说 至少在安全和防务这个层面上 顾立雄成了台湾方面 跟美国方面接触的一个窗口 而我们又看到说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 那个所谓的主席罗森伯格 刚刚离开台湾 那么现在就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那么这说明 至少赖清德的人士的任命 是跟美国方面商量过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的话 台湾从2000年到现在这24年间 有两个非军方背景的人 做过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 一个叫蔡明宪 一个叫杨念祖 蔡明宪做了三个月 杨念祖做了六天 所以这个顾立雄 放在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位置上 他能够做多久 我想大家都在看 那么无论是已经确定的 行政团队的名单 还是媒体的传言 我们似乎都可以看出赖清德的考虑 而且似乎在做 民企党内部的派系切割 但是之前对于预期比较大的林佳龙 郑文灿却不在名单之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有的人认为说 可能是希望他们去备战2026的选举 所以说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林佳龙他是政国会的大哥 那林佳龙呢 过去他的神话 他的佳话是什么 是他当立法委员 然后他在台中市蹲点 蹲点十年 然后最后当选台中市长 可是他要知道在台湾的政坛文化 尤其是在民主党里面 你如果不是经由选举拿到的位置 你是空的 那林佳龙他的处境是 他选输之后 他没有继续在台中蹲点 而卢秀燕在台中他的地盘 身根 实力越来越强劲 他几乎已经吃掉了民进党 还有林佳龙过去的经营 林佳龙跟赖清德 也没有过去共识的经验 或任何的默契 他2026 林佳龙如果要投入选举 他要在哪里投入选举 他如果现在没有位置 他没有资源 他怎么投入选举 所以这个可能要 未来再观察 那郑文燦呢 郑文燦比林佳龙还要麻烦一点 那麻烦的不一样 郑文燦呢 当初他是在桃园市 意外当选 当选之后 他的身段非常柔软 他擅长用资源去笼络 国民党的很多的装脚 每个人都觉得说 那个赖清德不行了 因为赖清德得罪 蔡英文太深了 那应该是郑文燦 结果没想到 2022年九合一大选 就因为小英男孩 林志坚他的论文抄袭案 牵连了林志坚 跑到桃园市 要选市长 因为论文抄袭案 中途退选 郑文燦接上去以后 还是落败 所以郑文燦 他的实力 就已经被断手断脚了 那郑文燦跟赖清德 又有在权力上面的 竞合关系 因为两个人都出生 自新潮流 有一度 郑文燦是隐隐然 要取代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对郑文燦 他是有戒心的 而郑文燦跟蔡英文的关系 太好了 所以赖清德心里 一定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不过透过刚才二位的分析 不难看出 整个行政团队名单的 曝光时间 其实是迟到了的 那么这个周期 赖清德在考虑什么 我想这个名单 这么难产的原因 是因为赖清德找不到人 台湾媒体的报道是 他问了五个人 这个里面有产业界的人 也有民进党党内的人 也有台湾现任的 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陈建人 但是他们都拒绝了 最后问来问去 只有这个卓荣泰点头了 所以最后选择了这个卓荣泰 这也说明 现在不是赖清德挑别人 而是别人在挑赖清德 这件事情是很罕见的 因为过去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被认为是个香伯伯 因为他能分配很多位子 他能分配很多资源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位子可以分 这么多资源可以分 这么多人 赖清德问了这么些人 这些人都选择退避三舍 是因为跟着赖清德 往下走的话 谁都很清楚 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难走 这个名单 现在选定卓荣泰之后 你看台湾社会各界的反应 还是非常的大 大家说 这不就是个政治任命吗 那你赖清德究竟想干嘛呢 因为2016年 蔡英文当时选林权 做行政机构的负责人的时候 大家说 这是想拼经济 后来蔡英文换苏贞昌 大家说 这是想拼选举 那问题是你现在赖清德 去选了个卓荣泰 大家看来看去说 这到底想干什么呢 因为过去你看台湾行政部门的 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要么你是当过县市长的 要么你是在台湾行政机构里 某个部门当过负责人的 那这个卓荣泰 也没有当过县市长 也没有在某个部门当过负责人 2019年 赖清德为了初选 跟蔡英文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卓荣泰是站在赖清德这一边的 所以说白了 赖清德选卓荣泰 是因为他信任卓荣泰 他觉得卓荣泰是他的人 但是除此之外 你说卓荣泰有什么能力 能够把台湾的行政机构做得好 这个大家都看不出来任何的可能性 所以拖了半天找了半天 找来找去找不到人 最后就找了这么一个卓荣泰 如果我们跟历史上做对比的话 蔡英文是2016年3月15日就公布说 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是林全的 那为什么到了赖清德这儿 到了4月10号才公布呢 他一直在等什么 我想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找不到人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一直在等待所谓美国的肯定 台媒报道称 赖清德就任后要面对的挑战有很多 台湾存在人口老龄化 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发展不均等诸多问题 无论赖清德任命哪些人 台湾民众关心的 都是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有蓝营民意代表指出 赖清德声称 就任后要所谓改造社会 洗涤人心 但这样的改造 应从清除民进党内部贪腐开始 而非仅仅是口号 否则绿营如今深陷的用人困境 也只会继续加剧 看来对于赖清德来说 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不小 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这样 在用人的问题上 他面临着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干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于说 他根本找不到人 就像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提出的一样 民进党也面临着 人才断层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赖清德 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赖清德是找不到人才的 这个人才的培养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蔡英文执政的这八年 你看到按说 如果说你真的想培养人才的话 经过八年 应该是能够找到一些人的 但是你看到八年 民进党在干嘛呢 这些政治人物都在想着卡位子 都在想着抢到了位子之后呢 大捞特捞 所以这八年呢 你看到民进党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培养出 什么样的人才出来的 按说啊 赖清德跟蔡英文是死对头 所以呢 赖清德上任之后呢 应该是把蔡英文的人都换掉 换上他的人 但是现在呢 你会发现赖清德的这个做法呢 跟过去八年蔡英文的做法一样 都是那些老面孔 只是给他们换了一个位子 在台湾呢 这个说法叫大风吹 就是吹来吹去呢 还都是一些老面孔 这体现的就是民进党 现在根本找不到人 另外呢 是赖清德有没有跟着他的一些人呢 多少还是有一点 但是呢 这些人呢 你看过去啊 一件一件的这些丑闻都爆出来 这些人现在用不了了 比如说像赖清德在台南当市长的时候 就跟着他的那个陈宗燕 后来就发现喝花酒啊 那么喝花酒的人 现在在台湾 这都已经臭大街了 你说你怎么用它呢 用不了啊 再比如说 像那个因为论文门的事件 民进党一波这些 所谓的政治明星的这些政治人物 像什么林志坚了 都是因为这论文门事件就落马了 那对于赖清德来说 这些人怎么用呢 另外一个方面是 我想我们注意到 赖清德这这个团队的背景 那个绿色又比过去更深绿了 本来赖清德跟肖美琴搭配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独独搭配 再加上有可能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 这个顾力雄 这也是个深绿分子 台湾的这个行政部门的副负责人 郑力军 这也是个台独分子 所以也会让台湾社会 现在非常担心 就是赖清德要在台独 要在生率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 而且这个步伐是越来越大 所以说无论最后赖清德选择用谁 他的主要目标呢 还是搞态度 但是现在台湾社会经济民生 都面临着很多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赖清德选用人的时候 依然是政治挂甩 而且目的不纯的话 那么如何来解决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呢 可是赖清德现在面临的一个局势跟状态是 现在的台湾不是2016年 蔡英文掌握的台湾 现在美国对台湾的掌控逐日加深 美国不能够忍受台湾逃脱于美国的势力之外 赖清德没有什么空间 他的副手萧美琴 是美国人眼中的自己人 也是很能够代表蔡英文意志的人 他当他副手 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是外强中干 你说台湾最近所发生的很多一系列的社会的案件 你都看到这样的蛛丝马迹 赖清德所面临的挑战最大的一个是两岸关系 而赖清德他没有能力解决 我们希望他可以解决 但他没有能力解决 因为他所信奉的台独 让他没有空间可以解决 所以赖清德是满手的挑战 是铜墙铁壁的在他面前 可是他手上能够握有的解决的武器非常少 他能够用的人更少 他所能够铺排出来的这些人 没有办法真正脚踏实地去解决台湾的问题 赖清德他如果要真正解决台湾的问题 只有剥开美国的掌控 真诚真实地面对大陆 面对两岸我们都是中国人 面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放下所有的戒备之心 放下所有反中的思维 这样台湾一不解 不不解 才会有璀璨的前途 不然赖清德铺排任何人 摆上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的问题 民进党内部相争不下 此次赖清德团队的人事任命 备受各方关注 但是无论如何 台湾民众最在乎的是 谁能真切改善台湾社会的现状 维护两岸关系的平稳发展 如果绿营政客还是一味的争权夺利 弃台湾民众利益福祉于不顾 终将招致更强烈的民意反弹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李红 黄女士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